好主播 美国威斯康星州这家购物中心三层楼高的停车场是发生坍塌意外 从卖场监视器可以看到事发当时有两辆车准备进入停车 其中一辆才刚进到停车场 天花板就突然整个崩塌下来 消防人员表示这场意外至少造成两辆车严重毁损 还有超过50辆车被困在停车场内 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不排除和堆放在停车场顶楼 100多吨重的积雪有关 因为威斯康星州最近才遭暴风雪袭击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记录 当地是降下超过25公分的厚雪 因为这些雪都被集中到停车场顶楼 可能因为建筑结构无法承受重压才会整个坍塌下来 还好这场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